去年11月17日凌晨,香港九龙湾附近发生一起恶性事件,江湖人匪起吃完宵夜,回家路上遭遇三名猛人截杀,半分钟内被斩树刀,伤口深可见骨,势必三名猛人迅速逃逸,现场一片狼藉,匪起姓名危怠。 据称,匪起江湖背景深厚,是当过水房作馆的重量级大老人物。 此前,水房分裂为以高老发和夜仔为首的两大派系,陷入旷日持久的江湖内斗,匪起最初是高老发爱将,其后转投夜仔并成其头码,直接改变了高老发与夜仔的斗争格局。 高老发对匪起怀恨在心,十年前,匪起就被执行过一次加法,大难不死,这一遭是第二次。 江湖水深,谁能独善?本回一起走进水房猛人匪起的无间江湖,匪起原名黄启发,1967年生。 多年前,匪起是一个潇洒飘逸的少年,没有膝头顶,没有啤酒肚,没有彪悍逼人的恶想,也没敏感深邃的眼神。 那是一个喜欢飙车兜风,泡妞吹牛的如风少年,懵懵懂懂就进了江湖,成了一名水房马仔。 若说匪起有哪些不同,便是超出年龄的沉稳和精明,让他在一帮蛊惑仔中鹤立鸡群,匪仔出位靠得不止拳脚。 还有一颗脚狭智慧的头脑,比那些只会拼杀的蛊惑仔高一个段位,收账,讲述,偏门迎生,到匪起手上,就是比别人做得爽力漂亮。 匪起也因此入了水房元老高老发法眼,老大要见你,某天大哥直接将匪起从酒桌拉走,老大找我干嘛? 匪起一脸懵逼,你小子撞大运了,赶紧滚。 大哥狠拍匪起屁股一把,大哥带匪起进了一间秘密香堂,堂上是五祖,关公画像,高老发威严坐在正中,红棍白扇两边肃立。 小子,要不要跟我玩?戴着金边眼镜的高老发笑着问匪起,对高老发,匪起是早有耳闻,高老发是整个水房最当红人物,水房掌舵人,超级元老神仙井清定的接班人。 高老发身高一米八五,有胆有识,够狠够威。 水房猛人如林,杀出重围的高老发有如天选,让同为水房出身后来的水房大财主的百花蛇相形见处。 让另一同门猛人,后成为水房赖头马的肥仔强避走澳门,帮刘嘉玲要回裸照,给真子丹颜色看,为新马师增一双出头,给和盛和偷车天王ETB下马威。 银河老板吕志和也找他解决江湖麻烦,风光往事数不胜数,跟上高老发,就等于青云直上。 难得高老发看得起自己,匪起没有半点犹豫。 恩师在上,高老发一手拖着匪起胳膊,一手按住匪起肩膀,无阻关公看着呢,你可要想好了。 想好了,匪起斩钉截铁。 好,背叛师门,三刀六眼,高老发眼睛突然瞪了老大,看得匪起心里不由打了个冷战。 匪起跟着高老发顺风顺水,很快便成了高老发的心腹爱将,两人互相成就。 配合起来相得益彰,在江湖上传为佳话,水房掌舵人神仙锦在八十年代末,便逐渐将权力交到高老发手中。 1993年,高老发众望所归当选水房座管,十年三十八岁的高老发也是水房史上最年轻的掌舵人。 然而,当上座管的第二年,高老发便在尖沙举街头遭到枪击,左腿重伤截肢,不过并没有伤到元气。 出门要拐杖的高老发从此一直稳坐水房摄政王,掌控邦内大权和座管人选。 匪起在高老发身边业绩出色,干了好多票大事,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98年的水货香烟案。 85亿的大丹正经黑白两道,阿瑟多方调查,最后匪起全身而退,光这一件就够匪起在江湖上炫耀半辈子。 原本匪起这个大丹肯定能撑,问题就出在同门伙计徐道仁出卖了他,做了阿瑟的污点证人。 事后高老发找匪起吃了顿饭,那天高老发跟匪起谈了很多,包括高老发恩师神仙景,当年教训百花蛇, 自己当年教训肥仔强,连同神仙景高老发与帮内对手老鬼权黑仔家的江湖往事, 林了高老发对肥起说,徐道仁日子到头了,水房决定对他执行家法。 记住,背叛师门三刀六眼,高老发拍拍肥起的肩膀,没多久逃到新加坡的徐道仁离奇身亡。 肥起没想过,在徐道仁身上发生过的事,有一天会和自己近在咫尺。 从神仙景退休后,高老发就接管了高层权力,一些元老有意见也不敢说。 95年,高老发卸任后,邦内便出现分歧苗头,为平衡各方势力,水房出现双坐管的局面。 先是由水房元老中间派马娇培、苏权坐管四年。 接着由高老发的宿敌老鬼权黑仔家出任坐管。 老鬼权黑仔家与高老发不太咬闲,两人下台后,高老发坚定了, 控制坐管的决心。 先是推出门生诸古力当选,接着指派门生肥威三寸接任。 期满后,高老发又提出让两人连装。 高老发想要长期把持坐管人选,水房内部出现了激烈的反对意见。 其中冲在最前面的,便是江湖人称长短炮的叶仔。 叶仔是打棍出身,性格火爆刚烈。 早年投身水房元老老鬼权门下,并成为其亲信爱将。 叶仔与硬壳猛人,刀八刚是结拜兄弟,与水房大财主百花蛇关系匪浅。 另外还得到水房赖头马,肥仔强大力支持。 有意思的是,百花蛇、肥仔强与神仙锦高老发师徒都有过不愉快,被赶到澳门。 没想到绝处逢生都成了大富豪。 叶仔活跃在深水部长沙湾一带,为人低调讲义气,深受兄弟们追捧。 喜欢玩枪,最出名的就是拿弦弹枪、伏击胜和大低歌,在江湖上一战成名。 叶仔有冲劲儿,有企图儿,又有元老老鬼权,黑仔家,财主百花蛇,肥仔强支持。 直接跟高老发撕破了脸另立中央,推出同门子凤、门生大子出任作馆。 叶仔与高老发公开决裂,水房也分裂成叶仔为首的少壮派和高老发为首的传统派。 江湖人称南北水房化江而至,内讧阴云密布,冲突一触即发。 大战在即,高老发爱将肥起突然站队叶仔一边,直接改变了双方对峙格局。 原来,肥起在高老发麾下一直觉得憋屈,名为高老发的心腹爱将,高老发却迟迟不肯将肥起推到前台。 高老发推的作馆,从朱古利到三寸肥威,甚至宁可让三寸肥威连装,也没说让肥起上位。 肥起一直耿耿于怀,每次跟高老发说起,高老发都要他顾全大局,把机会让给兄弟们。 肥起觉得,高老发就是害怕自己做大,威胁到他的地位,所以才不断提携新人冷落自己。 早就察觉到肥起不满的叶仔,率先向肥起投来了橄榄枝。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,肥起决定离开高老发,投奔叶仔麾下。 肥起的到来让叶仔大喜过望,当即决定让肥起代表自己出任作馆。 自打叶仔与高老发公开决裂之际,双方就陷入一连串的腥风血雨,明争暗斗。 大将肥起突然投敌,让高老发阵脚大乱。 叶仔的少壮派一方,向高老发的传统派发出江湖追杀令。 高老发、朱古利、肥威等人都在名单之上,有熟悉对方阵营情况的肥起幕后打点。 高老发的棋子等于暴露在叶仔眼皮子底下。 双方势力比对出现了根本逆转。 2012年2月,高老发带着两个幼子在弯仔会展中心看狗展时,突遭实名标形撞翰袭击。 一顿拳脚将高老发打到脑震荡。 据传高老发因此失忆,在医院连住几个月,也没有说高老发住院没多久就康复了。 失忆是向外界放出的烟雾弹。 高老发在病床上辗转难眠,投靠到夜仔阵营的肥起, 就像扎在心上的一根毒刺,背叛尸门三刀六眼。 一不做二不休,高老发请出生命恐猛人水防鸡带队, 在深水部截杀肥起。 肥起也是命大,被斩后幸运交警。 阿瑟果断出手,击毙水防鸡,肥起算是捡回一条命。 肥起遇袭后,夜仔老鬼犬等多人出来放话,报复马上到位。 山羽欲来风满楼,多位水防元老从中窝旋,可惜都没结果。 先是少壮派推出的座管子凤和女友双双被打, 接着传统派两名大佬被斩至重伤。 再有传统派推出的座管肥威在大年夜被三十名黑汉上门袭击, 跑到黑鼠避难。 随后双方各派出大批人马在医院门口激烈对峙, 情势危急,退隐江湖多年的超级元老神仙锦出面, 才算将两派冲突压了下来。 高老发答应收手,换来了夜仔大子要吃几年牢饭。 夜仔在进去之前,光明正大将肥起安排为座管, 并由水防元老老鬼犬将肥起引荐给江湖中人。 往后的数年里,双方都没再提旧事, 高老发好生低调了几年, 身躯剪出给人不问江湖的印象, 直到2018年才公开办了一场寿宴。 高老发在酒席上还戏称自己练少林功夫, 街面上不少年轻古惑仔都对高老发嗤之以鼻。 传统派少林功夫走路靠拐杖, 脑子估计都不好使, 以前江湖人入门都要开香糖, 鸿门三十六市什么的, 现在只要随便吃个饭, 封个几块钱红包就成。 谈到执行家法, 大家都笑多少年的老规矩了, 早就落伍该淘汰了, 混江湖就是玩玩, 没人当回事, 外界都以为高老发跟肥起的恩怨早已烟消云散, 直到去年11月17日凌晨, 传来肥起当街被斩的消息, 据称是被江湖人执行家法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